大家好,我是阿灿 今天用土豆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这种做法你肯定没有吃过 更没有见过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特别喜欢 就做这么一份土豆 在肯德基要卖到十几块钱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话 成本还不到五块钱 关键自己在家里做 持着安全又放心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选用两个黄心土豆 挑选土豆时 我们要挑这种比较新鲜的土豆 这样的土豆吃起来口感更好 先用刮皮刀把土豆的外皮刮掉 其实土豆一直以来价格比较便宜 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 而且它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 今天我这样的做法 大家肯定没有吃过 去皮之后 再把土豆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也不要给它切的太厚 要不然熟起来比较慢 再切成一公分宽度的长条 最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四方块 全部给它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给它盛放在大碗里面 接着在碗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滴入少许的白醋 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土豆 然后再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把土豆中的食盐给它抓拌融化 食用盐可以让土豆更加脆爽 加入白醋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黑 土豆中有很多的淀粉 我们要用清水给它浸泡出来 先放一旁给它浸泡15分钟 接着我们再调个糖醋汁 放入一勺白糖 一勺白醋 一勺番茄酱 一勺清水 少许的食盐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后备用 这个时候土豆已经浸泡好了 给它捞出来 放在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再次加入清水 再把土豆清洗一下 把土豆中的食用盐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之后 再给它捞出来 放在漏勺里面 控干水分 如果不着急吃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自然晾干水分 如果着急要吃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 用厨房纸巾 或者是干净的毛巾 把土豆表面的水分 给它吸干 这样就好方便 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吸干水分后 再给它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再往里边 放入两勺白糖 再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土豆都裹上白糖 这一步我们切记 不要放食用盐来腌制 要不然土豆就会出水 用白糖腌制出来的土豆 吃起来清脆爽口 还带着一丝丝甜味 非常的好吃 这里我们要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把白糖抓拌至融化 抓拌均匀后 再往里边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再次下手给它翻拌均匀 第一次淀粉不要放得太多 可以少量多次的放 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它的干湿度 如果太湿的话 我们再次放入淀粉 继续像我这样不停地翻拌 让每一块土豆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 最后给它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热锅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把油温给它烧至六成热 放上一双筷子试一下油温 顺受起魅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转成小火 然后再把土豆给它放下去炸 土豆下锅时不要一次性倒下去 防止土豆全部粘在一起 像我这样慢慢地放下去 全部下锅以后先不要着急动它 让土豆在油里面净炸三十秒钟左右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轻轻地划散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转中火来炸 直到把土豆炸熟炸透 整个过程大概要炸六分钟左右 炸至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多翻动几下 五分钟后土豆也炸得差不多了 土豆全部都漂浮起来了 而且颜色也变黄了 再给它继续炸一分钟左右 把土豆给它炸至金黄酥脆 最后给它炸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把炸好的土豆给它倒在盘子里面 这个时候的土豆已经熟透了 给它撒上一点孜然粉或者是椒盐粉 就可以吃了 但是为了让土豆更好吃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接下来往锅里面倒入调好的糖醋汁 开中小火慢慢地把糖醋汁炒融化 把汁水给它炒至起大泡泡 像这样汤汁有些浓稠的时候 再把炸好的土豆给它倒进来 保持中小火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 蒸香点缀 再次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给它撒入少许的细辣椒粉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这里我们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要保持土豆酥脆的口感 继续给它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盛出来 脏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糖醋土豆丁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糖醋土豆吃起来外焦里嫩 酸甜适口 大人和小孩都特别喜欢 关键还经济实惠 成本不到五元钱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帮忙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我是阿灿 凉拌黄瓜很多人都会做 但是好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难怪拌出来的黄瓜不是那么好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凉拌黄瓜的正确做法 做出来清脆爽口 好吃肉味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三根黄瓜放在盆子里面 接着往里边放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再往里边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用手把黄瓜给搓洗干净 加入食盐和面粉 可以更好的吸护黄瓜 表面上的菲尘和杂质 搓洗好之后 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后 再给它放在案板上 先切去黄瓜的头尾不要 然后再用刀背把黄瓜给拍扁 也不需要拍得太碎 再改刀把黄瓜切成小块 凉拌黄瓜我们之所以用刀把它拍扁 是因为拍过后的黄瓜比直接切得更容易肉味 全部切好给它装入一个大碗中 平时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一步的时候 都是加入食盐来给它腌制 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用食盐来腌制的话 就会影响黄瓜的口感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脆爽 正确的做法是给它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白糖来腌制 不仅可以保留黄瓜脆爽的口感 而且还不费影响我们在后面添加调味料 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根腐竹 用剪刀给它剪成小段 喜欢吃腐竹的朋友可以多放一点 剪好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温水 加入食盐可以缩短腐竹泡发的时间 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5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几颗大蒜子 先用刀给它拍扁 再剁成蒜末 剁好先放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根蒜末放一起 两根小葱白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一起放小碗中 再放入一勺白芝麻 接着再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给它激发出香味 再放入两勺生抽调味 一勺香醋 再来一勺食盐 少许鸡精 最后再来一勺芝麻香油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腐竹也泡发好了 给它捞起来放在盘子里面 再准备一把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 给它抓洗几下后再捞出来 一起给它放在盘子里面 接下来我们锅中烧水 往里边加入少许食用盐 再来几滴食用油 水开后再倒入黑木耳给它焯水 先把黑木耳给它焯水三分钟 三分钟后再把腐竹倒进去 把腐竹也给它焯水一分钟 烫好之后再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再放入凉白开水中投凉 过凉后再捞出来控干水分 这个时候黄瓜已经腌制好了 也撒出来了很多的水分 接着再把腌制出来的水分给它倒出来 然后再把腐竹跟木耳给它倒进来 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 喜欢吃花生米的可以给它来一勺 最后再给它来点香菜 再下手给它不停的翻拌两分钟 抓拌均匀后 给它装入盘子里面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凉拌黄瓜清脆爽口 天热的时候给它做上一盘 下酒又下饭 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大家好 我是阿灿 豆腐的做法有很多种 能做出各种不同口感的吃法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今天就用两块豆腐跟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好吃的家常豆腐 做出来鲜香肉味 非常的下饭 首先我们把豆腐给它切成厚一点的块 给它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 这样我们在后面煎的时候就不容易碎掉 切好先给它放盘子里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 给它切成段 切好也先放盘子里面 两颗大蒜子拍扁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给它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用 再准备两个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两块钱的猪瘦肉先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肉丝 最后再给它多成肉末 多好先放盘子里面备用 接下来热锅放入少许食用油 再往锅里面撒上一点食盐 这样我们在煎豆腐的时候 既能肉底味又能让豆腐不容易粘锅 油热后我们再把豆腐倒下去煎 用铲子把豆腐给它摆放平整 豆腐刚下锅时先不要着急翻动它 让它把底部煎至定型 然后再给它晃动一下锅 让其受热均匀 开中小火给它慢慢煎两分钟左右 然后再给它翻一面继续再煎 把豆腐的两面都给它煎至金黄 最后给它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把豆腐给它盛出来备用 锅留底油把肉末倒下去翻炒 把肉末给它炒散炒香 炒香后再放入蒜末和小米椒 一起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把煎好的豆腐倒进去 稍微给它翻拌几下 再烦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给它翻炒几下后开始调味 适量的生抽 几滴老抽上色 少许蚝油提鲜 继续给它翻炒几下 把调料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再往里边加入两勺清水 接着开大火给它烧开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 少许的鸡精和胡椒粉 给它翻拌均匀后再煮两分钟 最后再把切好的韭菜放进去 翻拌均匀 给它翻炒个十几秒钟 最后再给它来点水淀粉 勾个薄芡 继续给它翻炒几下后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鲜香好吃的家常烧豆腐 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家常 经济又实惠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花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 您的点赞和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阿灿 今天用简单的食材 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胡萝卜丝炒鸡胸肉的做法 营养丰富 小孩特别喜欢吃的一道下饭菜 两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去头尾不要 再把胡萝卜先切成厚薄均匀的片子 最后再切成粗续均匀的胡萝卜丝 切好给它先放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一块鸡胸肉 用刀给它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肉丝 切好给它放盘子里面 往里面放入少许的毛毛盐 一勺生抽 一丢丢蚝油 少许的料酒去腥 几滴老抽上色 再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匀后再给它来上一勺食用油 锁住水分 抓拌均匀后给它放一旁 腌制十分钟 再准备一把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也给它切成细丝 切好放盘子里备用 一个大青椒给它去脂后 再切成细丝 切好也放盘子里面 一小块生姜 给它切成薄片 几颗大蒜子 也切成薄片 两根葱白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一起给它放盘子里面 最后我们小碗中调个料汁 放入一勺生抽 再来几滴老抽 八十八粒食盐 三十八粒鸡精 一勺清水 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再放上一小勺玉米淀粉 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后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热锅 放入少许食用油 再把腌制好的鸡肉丝 放下去给它滑散 肉丝滑散后 再放入少许的豆瓣酱 继续翻炒出红油 接着再把姜葱散放进来炒香 炒香后 放入胡萝卜丝跟木耳丝 接下来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把胡萝卜丝炒软 炒至断生 然后再把青椒丝倒进来 继续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接着再蒙火 给它翻炒个十来秒钟 一道非常美味的胡萝卜炒鸡肉丝 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营养又美味 家里小孩特别爱吃 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花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我是阿灿 自从学会鸡腿这个做法 我家孩子再也没有去外面买过炸鸡 薯条了 今天就用鸡腿 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不油炸也不水煮 做出来焦香入味 好看又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三个新鲜的大鸡腿 鸡腿看上去感觉非常的干净 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鸡皮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杂质 和一些没有清理干净的绒毛 我们在清洗的时候给它撒上一层薄薄的食盐 然后再用手把鸡皮给它搓洗几下 因为鸡皮的外面是跟鸡毛联系在一起 会有一层汗线 就像人类出汗一样会留下很多污垢 很多细菌就会负责生长在鸡皮上面 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用食盐来搓洗的话清洗效果非常的好 这样我们再给它用清水给它多冲洗两次就可以了 在清洗的过程中 把鸡皮表面上的绒毛给它清理干净 把鸡腿全部清洗干净后 再控水捞出 放在案板上面 然后再用刀 剩着骨头从中间给它划开 把肉跟骨头给它分离开 像这种关节处 我们可以用刀 把骨肉给它慢慢的分离开 鸡腿肉质比较厚的地方 我们就用刀给它红素划上几刀 再用刀轻轻的把鸡肉的组织 给它拍的松散一些 但是切记不能给它切断哟 鸡皮的表面 我们可以用刀尖给它扎上一些小孔 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使鸡肉能够更好的入味 全部处理好之后 给它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把鸡腿肉给腌制一下 放入小半勺的食盐 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再撒入适量的黑胡椒粉 几片生姜和葱段 用手给它抓一抓 把里面的葱姜汁给抓出来 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抓拌均匀 让鸡肉里面吸收调料和葱姜汁的味道 抓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腌制15-20分钟 接着我们再来调个料汁 放入一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 一勺蚝油 两勺料酒 一勺白糖 几根小葱头 再放入半碗清水 食盐就不用再放了 我们在腌鸡腿肉的时候 已经放了食盐 给它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鸡腿肉也腌制好了 把里面的葱姜给它挑出来 然后在鸡腿肉的正反面 都给它拍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 两面都要给它涂抹均匀 接下来热锅放入几滴食用油 用个小刷子 把油给它刷均匀一点 然后再把鸡腿肉 给它夹放在锅里面去煎 刚下锅时鸡皮朝下 开中小火给它慢慢煎 等底部煎至定型后 再用筷子给它轻轻的滑动一下 煎到两分钟的时间后 再给它翻动一下面 继续开中小火慢煎 把两面都煎至焦黄色 最后给它煎成这个样子 就差不多了 鸡腿肉也已经煎熟了 喜欢吃焦香味道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吃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厨房纸巾 把里面的油给它吸干一下 油多了吃起来就会腻 接着再把调好的料汁给它倒进去 开大火给它烧开 烧开后给它扣上盖子转中火 焖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给它打开盖子 哇太香了 整个厨房都充满着香味 接下来我们再开大火 给它收一下汁 最后给它收汁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出锅了 把鸡腿肉给它夹出来 放在洗干净的案板上 先给它稍微放凉一下后再切 稍微放凉之后 我们再把鸡腿肉给它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后 再给它摆放在盘子里面 再给它淋上煮鸡肉的汤汁 撒入适量的黑芝麻 再撒上葱花点缀美味鸡腾 就这样我们一道美味的黑椒鸡腿就做好了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外交理论 咬一口满嘴报纸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阿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好吃又下饭的开胃菜 凉拌娃娃菜的做法 做出来酸辣脆爽 解腻又开胃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首先我们把娃娃菜的根部切掉不要 再用手把娃娃菜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全部掰好后 先给它放一旁 再准备一个大碗 给它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再放入一勺食盐 接着再把娃娃菜放在盐水里面 给它浸泡两到三分钟 三分钟后 再把娃娃菜给清洗干净 把娃娃菜上面的虫篮和杂质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捞出控干水分 大家张开嘴巴看一看 水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杂质 所以我们无论是什么青菜都一定要清洗 控干水分后 然后放在案板上 再用刀把娃娃菜切成粗细均匀的条 全部切好 再给它放入大碗中 给它撒入一勺食盐 再用手给它不停的翻拌一分钟 让食盐杀出白菜里面的水分 翻拌均匀后 先给它放一旁 腌制15分钟 接着再准备几颗大蒜子 先用刀给它拍扁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放入小碗中 两颗小米椒切成圈 吃不了这么辣的小米椒就不要放 切好也给它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几颗干辣椒 用剪刀给它剪成辣椒丝 把干辣椒丝也放一起备用 几根小葱切成葱段 切好也放入小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泼入一勺滚烫的热油 把葱蒜辣椒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放入大半勺生抽 半勺香醋 少许的蚝油 再给它放入几滴芝麻香油 有条件的再给它来一勺自制油泼辣子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娃娃菜也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接着再把娃娃菜捞起来 把水分给它挤干 把娃娃菜里面的盐水给它挤出来 娃娃菜也不用再清洗了 水分挤干后再放入大碗中 接着再把调好的料汁给它倒进去 再给它充分的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一道酸辣爽口的凉拌娃娃菜就做好了 非常的好吃 开胃又下饭 夏天快要到了 总是感觉在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 不妨试试跟我一样 做上这么一道非常开胃的凉拌菜 能让你两碗美饭都不够吃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阿灿 把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 出锅就是一道招牌菜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小碗 然后在碗中打入几个正宗的母鸡蛋 我们可以选择打入四至八个鸡蛋 可以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 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把蛋清跟蛋黄分离 接着再把蛋黄跟蛋清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把蛋清跟蛋黄都搅拌至无颗粒状 再准备青红椒各一个改刀切成丝 两颗小葱切成葱段 切好一起盛入盘子里面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使用油 等油温烧至三成热的时候 再慢慢的倒入蛋黄 一边倒一边用勺子慢慢的搅动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倒蛋液的时候切记不要倒得那么快 那么急 要不然蛋液很容易成块 勺子搅动的幅度也不要太快 如果太快的话 很容易就成四味墨 不会成鸡蛋丝 像视频中这样操作 边倒边搅拌 油的温度一定不能太高 全部倒完后 快速把鸡蛋丝捞出来 切记不能让鸡蛋丝 在油里面的时间过久 时间久了鸡蛋丝就变酥了 口感就会大打折扣 捞出后用勺子按压 挤出里面的油 一定要把鸡蛋丝里面的油挤压干净 然后再把蛋丝倒入盘子里面 再用筷子把蛋丝抖散 尽量把蛋丝抖散一点 蛋白也同样用三层热的油温 同样的手法慢慢的倒入锅中 用勺子慢慢的轻轻的搅动 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搅动 捞出来后同样用勺子把里面的油挤干 要不然吃起来就会太油腻 然后再装入盘子里面 同样用筷子把它抖散开 全部处理好之后 我们再往锅里面倒入一点点底油 再倒入提前准备好的青红椒丝和葱段 翻炒10秒钟左右 把青红椒丝炒至断生 接着再倒入鸡蛋丝 两种蛋丝一起倒进去 给它翻炒几下后开始调味 用手给它撒入少许的食用盐 用手撒盐更容易撒开不解脱 再撒入少许的胡椒粉 接着再用筷子充分的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翻拌均匀后即可装盘 美味集成 一盘好看又好吃的宫廷御用菜 炸筋丝就制作完成了 做法简单味道鲜美 营养美味又下饭 吃起来是QQ弹弹的 和平常我们的炒鸡蛋 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帮忙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哟 谢谢大家的支持